我现在在河南开封 这边围了好多人啊 我来看一下 好像是现场写书法 我喊一二三竖起来就可以了 来准备好掌声朋友们 一二三掌声在哪里 哇塞 哇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大师不打嗝 不化线 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完成了一封冒报 而且是天高必阔 所有坚决也是恰到好处 这就是大师的风范 我想这几个阵大阵也都认识 马道成功定位国领 送给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 收藏了一封冒报 那么大师还没有走 给我们的大叔鼓鼓掌 点个赞 好吗 谢谢 那么接下来我要把这封华宝 汇赠今天的一位幸运观众收藏 怎么送 大师说了 我们大师就在这边给大家书写 而且是义务书写免费书写 那么这几天也是菊花节了 也是在搞活动 为了搞活动 这个化轴是我们公司统一定制的化轴 化轴是经过了邻国绸缎 防骨布料的基金的装表 而且两边的木轴也是用毯木做的 还不做木轴更容易收藏 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没有问题 其装表的费用也不低于三五百块钱 那今天我们搞活动领导也特别的交代 今天我们不计成本 拿出我们的诚意回报大家 那么这份冒保今天 你仅仅一个只张表工费一半的价钱都不够 一百块钱 作为文化礼物来送给今天的三位朋友收藏 来吧朋友们 名额有限 机会难得 最公正公平期间 我把一二三 谁先举手 谁先的 谁先举手 是谁的 来 喜欢的朋友 准备 一二三 举手是一 一位 两位朋友收藏成功 来到这边拿作品 你是第一个 你是第二个 来到这边来 来晚了又没有了 抓紧时间到这边去 到这边来 还有这位 来到这边来快一点 现在这份作品被他几个小伙子买走了 这个成交的速度是我们想到的 这么快就成交了 你们觉得写的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这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